田亮出身于威海的一个农村家庭 原本家境贫寒 之前的女朋友因为嫌弃的家里穷 而和她分道扬镳令嫁他人 田城城五岁时父母便离他而去 被假号人的父母收养 并定下娃娃亲 约定在城城二十岁生日时便举办婚礼 城城长大后成为了一名画家 在即将结婚时因为忍受不了 未婚夫的忽视而与闺蜜爱丽莎来到了滨海散心 在海边的派对上 释放自我一一不小心就喝多了 田亮英雄救美后被城城飞离了 自日早晨 城城衣衫不整的从沙滩上醒来 对昨夜发生的一切记忆模糊 她对自己是否对未婚夫忠诚产生了怀疑 此时此刻未婚夫突然出现 令城城想起自己被一个人丢在婚纱店的尴尬 在与未婚夫争吵的同时 城城开始怀疑自己的好友爱丽莎 与自己未婚夫关系是否纯洁 因为她看到了一张类似自己未婚夫背影的拥抱照片 单纯的她生平第一次开始产生了对两个人的怀疑 后来在派对邂逅的田亮突然搅局 然后未婚夫也开始怀疑城城 田城城慢慢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爱贾浩人 更是怀疑所有的一切都是好朋友和未婚夫设下的局 她决定将未婚夫让给好朋友夫妻离开 城城在岛上迷路了失魂落魄的她与田亮再次相遇 从田亮嘴里得知了其实闺蜜并没有背叛她 更是得知了原来田亮出身于威海的一个农村家庭 原本的家境贫寒 之前的女朋友因为嫌弃她家里穷 而和她分道扬镳令嫁他人 后来威海城城村改造 田亮也因此发家致富成为了爆发户 虽然已经脱离了贫穷的生活 但之前的经历一直留在了她的心里 使得她不相信女人更不相信爱情 城城被当地的海景和淳朴的民风所吸引 而城城与田亮的暧昧情愫也是与日俱增 城城的闺蜜爱丽莎 其实早已暗自喜欢上了城城的未婚夫贾浩仁 相处中贾浩仁也被爱丽莎所吸引 四个人的情感纠结碰撞 感情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最终四个人幸福地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伴侣